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在一场研讨会上宣布 将向乌克兰追加5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支援乌国人民的生活以及重建基础设施 另外,他也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2月24号当天参加G7领袖的线上会议 以此连接5月的实体峰会 岸田在演讲中指出 尔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仅是欧洲的事情 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规则的挑战 他也因此担忧起东亚的安全局势 举期的领袖们今年5月将在广道 举行实体峰会 岸田希望向世界展现G7集团强烈的决心 也就是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以及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因此间不断暗示中共的扩张行为 另一方面日本与欧洲盟友们的安全合作 近期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日本共同事报道 英国国防部长华勒斯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 正考虑在3月访问日本 与日本防卫大臣冰田敬一会面 除了讨论三国合作开发的次世代战机 为了因应中共的军备扩张 还预计探讨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新唐人雅雷电视 李毅宏综合报道